好我们先用这个图来表达有失分裂与减速分裂的差异 像这个细胞它有第一号蓝色体有两条 第二号蓝色体有两条 所以它就是每一种蓝色体各有两个 它就表达成2n等于4 它是两套的蓝色体总共有四条 可是为了表达蓝色体复制后的质量变化 它的质量我们表达成2a 好接下来经过了a时期 就是在间级中的a时期 经过了蓝色体复制 它的一条蓝色体现在变成二分体了 好这也是第一对 这第一号这第二号 这时候呢 它的蓝色体的表达方式 还是表达成2n等于4 因为我们的条数跟套数 看的是中心结 所以它的中心结并没有改变啊 还是这两个为同源 这两个为同源总共有四个 所以蓝色体还是四条 可是为了表达它已经复制过了 我们就用4a来代表它的蓝色体质量是double了 质量变重两倍了 因为它复制了嘛 所以叫2n等于4质量为4a 然后呢 再进行所谓的有失分裂 有失分裂就是进行的m期 那这m期在做什么分裂呢 请看我的笔笔 是二分体中间中心结断掉 中心结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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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为二 好此时我就分成两个细胞 请注意一下 有写两个乘二哦 这样子的细胞有两个 好分裂完之后 这个细胞跟原来细胞一模一样 就是表达成2n等于4 然后质量是2a 所以在有失分裂过程中 它的套数条数质量变化为 一开始2n等于4有2a的质量 在复制后 2n等于4有4a的质量 但分裂完之后 2n等于4 重量又回到2a 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而且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了 好结束 有失分裂就是这么单纯 可是我们看下面的减速分裂 一开始一样是2n等于4 有1号染色体跟2号染色体 好一样经过S型经过复制 这时候跟上面一模一样 2n等于4 但是质量从2a增加为4a了 好接下来进行减速分裂 现在问题来了 减速分裂要进行第一次减速分裂 它进行的叫做同源染色体分离 这样子的分离方式 跟上面的姐妹染色分离分离不一样 这是复制染色体分开 而这是同源染色体分开 那同源染色体分开就会遇到以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编号1的a染色体 这是小b染色体 这是编号2的小a染色体 这是编号2的小b染色体 我在分开 1a1b分开 2a2b分开 之后我分到不同的子细胞 是1a跟2a在一起 及1b跟2b在一起 这种分法还是1a其实是跟2b在一起 而1b跑到跟2a在一起的 是不是有两种分裂方式 所以这边有一分为二有两种 对不对 我现在染色体只有两种染色体 它的分法就比较单纯 只有两种可能 如果我的染色体有三种四种五种 它的箭头会更多种 对不对 就有不同的分法 这我等一下会说 好那有可能往上和往下 我们先以往上的路径吧 好我分到这里了 此时是不是写成1n等于2 但质量是2a 为什么是1n 第一号染色体就一条啊 第二号染色体就一条啊 以漫画来讲 我有一集上册 我有一集下册 我只有一套漫画书 因为这是一个中心结 一个中心结 视为一条染色体 所以此时叫1n等于2 而质量是2a 因为是这个的质量除2 好接下来呢 第二次分裂 就是解数分裂2 就跟有次分裂很类似的 叫做姐妹染色体互相分离 像这样分开 像这样分开 此时分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怎么表达 中心结有一条两条 哦写成1n等于2 我的套数只剩1n了 然后这里有两条 可是质量变成1a 好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看过来 一开始是2n2a等于4条的 后来呢复制后 2n等于4 但是质量变成4a 质量变重 经过第一次解数分裂 同样染色体分开 同样染色体就只剩下一套了 此时变成1n等于2 然后质量变成2a 经过第二次解数分裂 还是1n等于2 但是质量又减一败 又变成1a了 好看到什么事了吗 进行第一次解数分裂的时候 我的套数就从2n变成1n 因为投缘染色体一旦分开 就变成1n 好大家 请看一下我的手指钞 开始一开始没复制之前长这样子 这是G1起 经过了A10级之后复制结束 这是A10级后的G2起 好进入到了解数分裂啰 第一起能不能不能不防装 连汇 连汇 中� 四分体排在中央 后起往后拉 末期结我分开 只剩这样子了 好第二次解数分裂是这两个分开 变成这样子 好我现在呢 念一下 套数变化 二N 复之后 还是二N 第一次解读分裂 一N 第二次解读分裂 一N 所以套数 在第一次解读分裂 从这里变这个的时候 第一次解读分裂 就已经让它从二N变成一N了 因为二N变一N 不是解读分裂该做的事吗 重要的工作 先做好 所以在第一次解读分裂 解读分裂就做到了 第一次解读分裂 让同样的解读分裂 同样的解读分裂分裂 就让它从二N变一N 而后面只是做收尾而已 把这个复之后的解读分裂 再切开来 分到两个子细胞里 以上就是有诗分裂的变化 跟解读分裂的变化 所以这个图你要比的是 有诗跟解读分裂的过程中 套数 调数 及质量的变化为何 要有关于这方面的比较 我们之后还会再复习一下 不过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解读分裂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来补充说明 今天呢有一种生物 它的染色体 它是二N的生物 就是一般的二N生物 就是双套的 那这个生物呢 我表达成二N等于六 上级 中级 下级 我这个拿到 这个拿到 这个拿到 一套 这个拿到 这个拿到 两套 我拿到两套了 然后总共有六条染色体 下中 少一个下 我先把这个插掉 因为你们现在一定要练到 不用再去算 这个收到 这个收到 我收满了一整套了 我有一套 然后又收满了 一整套 我有一套 你必须要很快的看出来 这总共有几套 然后总共有六条染色体 对不对 然后总共有 六条染色体 总共是二N 然后编号有一到三 所以 当你看到二N等于六 你就要明白 它的染色体有三种 编号一到三 一到三号染色体 我现在要说什么呢 现在呢我要进行减速分裂 这个细胞性减速分裂 它不是同样的染色体会分开来吗 同样的染色体会分开来 同样的染色体分开来 好 我现在要一样入编号 这是 染色体一的A 这是染色体一的B 这是1的2的A 这是2的B 这是3的A 这是3的B 我现在形成了某一个配子 配子的结果 这中间话太大了 第二对染色体小一点 它的染色体套处一定会变成 1N等于3 减半吗 经过减速分裂 好 我现在画的这个细胞 就是结果 这是一个配子 我的问题很简单 请问这个配子 有几种排列组合 不用C级取巧 不用C级取巧 是不是8种 对呀 8种 为什么我知道呢 1号染色体A与B 你这个要不要跳A 要不要跳B 第二号染色体要不要跳A 要不要跳B 第三号染色也不要跳A 要不要跳B 是不是每种都两种可能 所以2的3次方 总共有8种排列组合 熟 一个2N等于6的细胞型 减速分裂 形成的配子有8种可能 哦 8种可能 就是变异咯 每种配子都不一样 不就出现不同的排列组合吗 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是变异 这就是遗传变异 而我现在举的 只有3种染色体的生物 人类有23种染色体 请问人类的配子有几种排列组合 2的23次方种 对 几乎是天文数字 所以一个人类 你所产生的配子 排列组合有2的23次方种 你的遗传变异好大哦 减速分裂有效的增加遗传变异 好 那我现在产生两个配子了 这是配子 好 妈妈跟爸爸各产生配子 爸爸产生的配子有2的23次方种 妈妈产生的配子有2的23次方种 现在来受精 请问受精的受精卵 有几种排列组合 是不是2的23次方的平方 干嘛哭啊 这就是变异啊 遗传变异啊 所以减速分裂跟受精 都可以有效的增加遗传变异 怎么对不对 是不是合理 啊 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 可是你会说 不对啊 你们男生可以产生这么多种精子 没错 因为男生的精子上意在上 可是女生一个月是产生一个卵耶 那我还有这么多种卵吗 对不对 有人会这样想啊 我们不是只看一个人的某个时间 我们看的是全部的女生的一辈子 那你的产生的卵是不是有不同的可能 那加起来也会这么多种 按照机遇来讲 对 所以精子跟卵受精的排列组合 受精也有排列组合 减速分裂 你的同源卵射体分开 哪个卵射体跟哪个卵射体配合 也是有排列组合的 好大家这个术语有名字哦 当你同源卵射体分离的时候 会造成非同源卵射体之间排列组合 这句话常常出现在考题里面 大家都看不懂 就是我现在讲的啊 当你的同源卵射体分开了 而非同源卵射体 例如这个 这个或这个 就会排列组合 同源卵射体分开 那一二三卵射体之间 就会排列组合 所以这个过程叫 当你同源卵射体分离 非同源卵射体之间 就会做排列组合 例如第一条的A跟第二条的A跟第三条的B 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排列组合的可能 也可能是EA 2B 也可能 所以非同源卵射体之间 进行排列组合 这是同时哦 一旦同源卵射体分开 非同源卵射体之间 自然就会进行排列组合 增加遗传变异 好 请问各位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我解释了解数分离 为什么可以增加遗传变异